金瓶梅第一回第二部分五二郎冷遇清歌嫂 单表迎来的这个壮士怎生模样 但见熊躯凛凛 七十以上身材 阔面棱棱 二十四五年纪 双目直竖 远望处犹如两点明星 两手握来 进去时好似一双铁队 脚尖飞起 身上虎豹失惊魂 拳手落实 穷骨熊皮皆丧破 头戴着一顶腕子头巾 上沾两朵银花 身穿着一领血腥大袄 披着一方红锦 这人不是别人 就是因伯爵所说杨古县的五二郎 只为要来寻他鸽子 不意中打死了这个猛虎 被支县迎请将来 众人看着他迎入县里 却说这时正值支县升堂 武松下马进去 扛着大虫在厅前 支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 心中自存道 不嫩的 怎打的这个猛虎 便唤武松上厅 参见币将打虎首尾 诉说一遍 两边官吏都吓呆了 支县在厅上赐了三杯酒 将户中重土户出纳的赏钱 五十两 赐予武松 武松禀道 小人拖赖相公福音 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 非小人之能 如何感受这些赏赐 众猎户因这畜生 受了相公许多责罚 何不就把赏给三语众人 也显得相公恩典 支县道 既是如此 认从壮士处分 武松就把这五十两赏钱 再听上赛语众列护腹去了 支县见他仁德忠厚 又是一条好汉 有心要抬举他 便道 你虽是阳谷县人士 与我这清河县 旨在咫尺 我今日就参拟 在我县里 做个寻补的都头 专在河东水溪 秦拿贼道 你意下如何 武松跪谢道 若蒙恩乡抬举 小人终身受刺 支县随即换压司 立了文案 当日便参武松 做了寻补都头 众里长大户 都来与武松 做贺庆喜 连连吃了数日酒 正要回阳谷县 去抓寻哥哥 不料又在清河县 做了都头 却也欢喜 那时传的东平 一抚两线 皆知武松之名 正是 壮士英雄易略芳 挺身直上锦阳刚 最来打死山中虎 自此声明波四方 却说武松一日 在街上闲行 只听背后一个人叫道 兄弟 支县相公抬举你 做了寻补都头 怎不堪顾我 武松回头见了这人 不觉得 心从鹅角没边出 喜竹欢容笑口开 这人不是别人 却是武松日常间 要去寻他的 嫡亲哥哥武大 却说武大 自从兄弟分别之后 因时遭激紧 搬移在清河县 紫石街令房居住 人见他为人懦弱 模样伟睿 起了他个魂名 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俗语言其身上粗糙 头连窄瑕固也 只因他这般软弱朴实 多妻无也 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武大无甚生意 终日挑担子出去 街上卖炊饼度日 不幸把魂家固了 丢下个女孩儿 年方十二岁 名唤银儿 也两个过活 那销半年光景 又销折了资本 一再大街放张大户家 临街房居住 张宅家下人见他本分 常看顾他 照顾他依旧卖鞋炊饼 闲时 在铺中坐地 武大无不奉承 因此张宅家下人 个个都欢喜 在大户面前 一力与他说方便 因此大户连房前 也不问武大要 却说这张大户 有万贯家财 百间房屋 年约六旬之上 身边寸男侄女皆无 妈妈于事 主家严厉 房中并无清秀石女 只因大户时常拍胸叹气道 我许大年纪 又无儿女 虽有几贯家财 中和大用 妈妈道 既然如此说 我叫没人替你买两个石女 早晚习学弹唱 服侍你便了 大户听了大喜 谢了妈妈 过了几时 妈妈果然叫没人来 与大户买了两个石女 一个叫做潘金莲 一个换作白玉莲 玉莲年方二八 乐户人家出身 生得白净小巧 这潘金莲 却是南门外攀财的女儿 排行六姐 因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 缠得一双好小脚儿 所以就叫金莲 她父亲死了 做娘的度日不过 从九岁迈在王昭勋府里 习学弹唱 闲场又教她读书写字 她本性畸变伶俐 不过十二三 就会描眉画眼 腹粉诗珠 品竹谈丝 女工真纸 支书十字 书一个缠继儿 着一件扣身衫子 作章作制 乔母乔样 到十五岁的时节 王昭勋死了 潘妈妈争将出来 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 与玉莲同时进门 大户教她习学弹唱 金莲原字会的 甚是省力 金莲学琵琶 玉莲学征 这两个同房歇卧 主家婆于是初时 甚是台居二人 与她经营首饰 装束身子 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 只落下金莲一人 长成一十八岁 初落的脸衬桃花 眉弯心月 张大户每要收她 只爱主家婆厉害 不得到手 一日主家婆临家 复习不在 大户暗把金莲换至房中 遂收用了 正是 墨亚天台相见晚 流浪还是老流浪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 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 端得敲五件 第一腰变天疼 第二眼变天泪 第三耳变天聋 第四鼻变天涕 第五尿变天滴 自有了这几件病后 主家婆颇知其事 与大户嚷骂了数日 将金莲百般苦打 大户知道不容 却赌气到赔了房莲 要寻嫁的一个相应的人家 大户家下人都说 五大中后 见吴七小 又住着宅内房儿 坎坷与他 这大户早晚还要看去此女 因此不要五大一文钱 白白地嫁与他为妻 这五大自从娶了金莲 大户甚是看过他 若五大没本钱做吹饼 大户私与他银两 五大若挑担而出去 大户后无人 便学入房中与金莲私会 五大虽一时壮见 原是他的行货 不敢生言 招来目网 也有多时 忽一日大户得患因寒病症 呜呼死了 主家婆查知其事 怒令家童将金莲 五大及时赶出 五大故此遂寻了 紫石街西王黄金房子 令内外两间居住 依旧卖吹饼 原来这金莲自嫁五大 见他一位老师 人物伪催 甚是曾贤 常与他和气 抱怨大户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 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祸 每日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的 只是一位 口闯酒 卓锦出 却是追拔也不动 奴端的巧事里悔气 却嫁了他 是豪苦也 常无人处 唱个山坡洋味正 想当初 因缘错配 奴把你当男儿汉看去 不是奴自己夸奖 他乌鸦怎配鸾凤队 奴真金子埋在土里 他是块高浩铜 怎与矮金色笔 他本是块完食 有圣符抱着我羊之玉体 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 奈何 随他怎样 到底奴心不美 听之 奴是块金砖 怎比泥土鸡 看官听说 但凡世上妇女 若自己有几分颜色 锁饼伶俐 配合好男子便罢了 若是武大这般 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增弦 自古家人才子相配着的少 买金偏壮不着卖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单儿 出去卖吹饼 到晚方归 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 只在帘子下磕瓜子儿 一竟把那一对小金莲 顾露出来 勾引福浪子弟 日竹在门前堂壶搏瓷 撒谜语 叫唱 一块好羊肉 如何落在狗嘴里 由丝滑的言语 无般不说出来 因此 武大在子时街又住不牢 要往别处搬移 与老婆商议 妇人道 贼馄饨不小事的 你令人家房住 浅房浅屋 可知有小人裸造 不如添结两银子 看相应的 点上他两间住 却也气概些 免受人欺武 武大道 我那里有钱点房 妇人道 呸 着材料 你是个男子汉 道百步不开 常教老娘受气 没有银子 把我的差书凑半了去 有何难处 过后有了在之不迟 武大听老婆这般说 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 点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 四间房屋居住 第二层是楼 两个小小院落 甚是干净 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 照旧卖吹饼过活 不想这日撞见自己敌亲兄弟 当日兄弟相见 心中大喜 一面邀请到家中 让至楼上座 房里唤出金莲来 与武松相见 应说道 前日锦阳刚上打死大虫的 便是你的小叔 金心冲了都头 是我一母同胞兄弟 那妇人插手向前便道 叔叔万福 武松失礼 倒身下拜 妇人扶住武松道 叔叔请起 折杀奴家 武松道 嫂嫂受礼 两个相让了一回 都平磕了头起来 少请 小女迎儿拿茶 二人吃了 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 只把头来低着 不多时 武大安排酒饭 款待武松 说话中间 武大下楼买酒菜去了 丢下妇人 独自在楼上陪武松坐地 看了武松身材凛凛 相貌堂堂 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 毕竟有千百斤气力 口中不说 心下思量道 一母所生的兄弟 怎生我家 那身不满齿的丁树 三分四人 七分四鬼 努娜是李遭温撞着他来 如今看起武松这般人撞见 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 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 于是一面堆下笑来 问道 叔叔你如今在那里居住 每日饭是谁人整理 武松道 武二心冲了都头 逐日答应上司 别处住不方便 胡乱在县前寻了个下厨 每日拨两个土兵服饰做饭 妇人道 叔叔何不搬来家里住 省得在县前土兵服饰做饭腌渣 一家里住 早晚要些汤水吃时 也方便些 就是奴家亲自安排 与叔叔吃 也干净 武松道 申谢嫂嫂 妇人又道 莫不别处有婶婶 可请来私会 武松道 武二并不曾婚娶 妇人道 叔叔青春多少 武松道 虚度28岁 妇人道 原来叔叔道长奴三岁 叔叔今番从那里来 武松道 在苍州住了一年有余 只想哥哥在旧房居住 不道宜在这里 妇人道 一言难尽 自从嫁得你哥哥 是他特善了 被人欺负才到这里来 若是叔叔这般雄壮 谁敢道个不字 武松道 家兄从来本分 不似武松撒泼 妇人笑道 怎得颠倒说 常言 仍无刚强 安身不掌 奴家平生性快 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 四打和伸转的武松道 家兄不惹祸 免得嫂嫂忧心 二人在楼上一地一句地说 有诗为证 叔嫂平宗的偶逢 娇饶偏程秀怡荣 撕心便欲成荒惠 按把邪言调武松 话说金莲陪着武松 正在楼上说话未了 只见武大买了些肉菜 裹饼归家 放在厨 走上楼来 叫道 大嫂 你且下来择个 那夫人应道 你看那不小事的 叔叔在此无人陪侍 却将我撇了下去 武松道 嫂嫂请方便 夫人道 何不惧贱臂请王前娘来安排 只是这般不见辩 武大便自去秧了贱臂王婆来 安排端正 都拿上楼来 摆在桌子上 无非是些鱼肉果菜 点心之类 随即烫酒上来 武大叫妇人做了主位 武松对席 武大打横 三人坐下 把酒来针 武大筛酒在个人面前 那妇人拿起酒来道 叔叔休怪 眉胜管带 请杯儿水酒 武松道 感谢嫂嫂 修这般说 武大只顾上下筛酒 那妇人笑容可拘 满口而叫 叔叔 怎的肉果也不减一柱儿 捡好的递将过来 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 只把做亲嫂嫂相待 谁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 惯会小嫣儿 一不想这妇人一片引人心 那妇人陪武松吃了几杯酒 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 武松吃她看不过 只得倒低了头 吃了一些 酒拦了 便起身 武大道 二哥没事 再吃几杯而去 武松道 生寿 我再来望哥哥嫂嫂吧 都送下楼来 出的门外 夫人便道 叔叔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 若是不搬来 俺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 亲兄弟难比别人 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 武松道 既是嫂嫂后裔 今晚有行李便取来 妇人道 奴这李等候李 正是 满前也亦无人时 几点必逃春自开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